朱元璋攻占精灵惊动了天下 小冥王颁发一旨 跪下听旨的众人礼 朱元璋雄心勃勃 李善长耿着脖子 徐达长一春不时的翻起了白眼 大家显然对这个凌驾在一军之上的吉祥物并不感冒 但小冥王封朱元璋的这个江南中枢省平章正式可是大有学问 这意味着在江南一军的三股势力中 无论是西边的陈有亮还是东边的张世成 政治地位都在朱元璋之下 而后仅仅过了半年 朱元璋的兵马又快速积累到32万 势力更是扩展到城池17座土地近千里 朱元璋在堂上激情洋溢地表示 兄弟们咱公司做大了 众将士在堂下眼里放光 纷纷暗示老板该升职加薪了 于是在一片期待的眼神中 朱元璋开启了枯燥的封赏表演 今天要封赏 他换了是衣服 人模人样夹在队伍里面 看他的眼神是志在必得 那好玩的就来了 我一口气封了仨远帅 眼瞅着徐达汤和常义春初脸 他的眼神从一丝失落变成能够理解 毕竟这仨人跟我最早 正当他以为按剧本和战味该轮到他时 我虚晃一枪 又一口气封了五个将军 他脸色开始变得难看 又没过多久 连我的侄子干儿子都成了将军 他终于不淡定 但转念一想 或许我要把最重要的位置放到最后 而我也故意做了停顿 给他留足内心OS的空间 他一定在计算 从投奔我开始帮我出了多少主意 干了多少累活改了多少错别字 终于一阵剧烈的回忆后 他的面色开始由紧张不满 重新回到了满是期待 就在这时 我一个手势宣布散会 那场面一度很尴尬 只见他一脸困惑 到底这是为什么 我云淡风轻给了他一个 自己慢慢体会的眼神 哎 记仇老板的封赏 往往就是这么朴实乌华且枯燥